今天我们来开箱这个8位 然后呢它所有的这个活影系列的包装实际上是比较统一的 外面能够看到这种黑白的单线描出来的这个里面的人物的样子 从侧面能够看到其实这款还是比较厚的 然后非常的重应该在30公斤左右吧整个的盒子 里面呢就是这个这款的内容物啊背面的这个图像 就是里面的这个内容物的样子 能够看到这个大的八位 然后上面的人助力的这个造型在这个上面 首先呢拆开了第一层最上面的是这个八位的这几个章鱼须 紧接着是这个人助力的造型在这个上面 其实配件这款来说特别多 然后头发这个头巾还有这个腰带 在背后的这个手然后名牌 就是在前面的那个 有它名字的这一部分 然后这应该是它的斗胖 紧接着是这个名牌号 然后第二层呢是这个地台跟它的 八尾的这个头 然后看得到刚才的整个的重量估计就是在地台跟这个八尾上 整体感觉呢是比较湿 然后这个透明件呢做的颜色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个蓝的颜色基本上比那个雷这个 北斗神拳的雷来说的话还是稍微浅一色号的感觉 然后呢这款当中呢里面还附送了这个的原画 这个地台呢基本上非常的重 水花现在能够看得到这个造型 还有这个透明度其实是非常不错的 基本上是一个大的物体 就比如说在整个的从高空坠下来的这种干绝之后 形成的这个水花 然后地台下面能够看到一些孔 这个孔呢是用螺丝来固定这个八尾的那些触角的 所以明显的能够感觉到这些触角应该是一个石心的 所以重量非常的重 然后现在我切到这个细节来看一下这些小的水分 整个的透明度还是不错 然后选择的颜色呢也非常的自然 在这个地台上呢也有一定的这种像呼应的这个渐变的蓝色 而并不是选择了这一处是紫的 这边也做成紫的的感觉 然后质感摸起来比较厚实 然后像磨砂的这种质感 手感还是很不错的 在这个侧边呢依旧是延续了这个活影的地台 然后有这种纹路 但这个并不是厮守的这种质感 反而是这种雕刻的一种感觉 镂空的这个感非常的明显 能够看到在这个地台上实际上是有编号的 在这个戳墟上也有编号 能够看到这个底部 这是一个死号 死号在这里 然后呢要用螺丝 帽把它扣在这个底部 能够感觉到这个涂装还是挺不错的 在这个地方依旧有一定的这个深色的 不论是用这个纹理 也就是说它做这个白膜的时候有一定的褶皱 再加上涂色的时候呢 把这个褶皱又加深了一下 在这个触角的部分呢 稍微有一点点意思了 这是唯一做的不是特别好的地方 然后上了一层像这种透明的 有水波的这种感觉的 纹路在这个上面 你就感觉刚从水里面出来的这种感觉 有这层亮光在这个上面 然后在这个触须的底部呢 有一定的加深的这种涂色 就让它的整个的立体感非常的阻 侧面的涂装也是一样 有些阴影的处理和一定的褶皱 并不是平的一个长白的这种 所以依旧能够感受得到这个八尾的这个 肌肉的纹理在上面 现在呢我把这个 这几个优余须或者说这个 八尾的这个触角已经装好了 能够依旧能够看到这个颜色的渐变的过程当中 这个运染是比较自然的 当然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突兀的地方 从地台到这儿 但是整个的运染的这个 涂装的过程渐变自然 只不过在这儿的色差稍微明显了一点点 紧接着看这个每个须的细节呢 每个体态都不同 然后呢肌肉感还有它这个是鱿鱼的这种状态 所以棱角也不要那么分别 肉感比较明显 从下面能够看得到 这个底下是需要你这个小朵撕上来的 就像它这个说明讲的 插上来以后 因为这一款基本上实际上料是比较足的 非常的厚实 然后重量感也非常重 装上来之后呢能够感觉到这个浪和这个触角的契合程度 还是非常的高的 在这里喜欢吃这个轰炸大鱿鱼的 可大姐来让你吃的真正的石灰 日本的这个刺身之神也好 这个寿司之神也好 一定会直呼内行 觉得这一款是吧 很好吃的样子 此刻中华小当家亮出了自己的锈镖 我就是特级厨师 我只是一个路过的裂冰仙雕山 也令人印象战胜这道菜 小当家也打致了一把特制的爆炸菜刀 八尾回复 来看一下这个八尾啊 真的是特别的沉 底下呢是这个绒布的这种质感 基本上感觉是这种实心的感觉 所以特别的重 现在呢把它放上来之后 近距离地观察一下 这个八尾呢 感觉整个是一个实体的感觉 然后刻画呢 基本上画原来漫画一个牛头 加一个这种 乌贼也好 这个章鱼也好 还是鱿鱼也好 就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感觉 牙齿呢倒是非常的白 然后整个的这个大的胶感呢 是比较硬实 然后有点磨砂的这种质感 摸上去呢 感觉还是比较比较柔和的这种 这种感觉 然后能看到这个水花 建起来的这个体裁不错 但是中间还是依旧会有一点点缝隙 能够看到这两个 在里面 这块看着会有点脏 就是拍出来的话跟实体比有点脏 再一个这个如果基层比较重的话 可能会稍微重点这款雕像 因为这个紫色本身就不太好配 我们紧接着来看一下这个买地台送的人物 这个人物呢 怎么说面雕刻画还是不错的 这个铁的土漆呢 有一层心 就是有 基本上有一点点和本体这个分离的感觉 然后能够感觉到这个漆面能够漂浮在上面 肌肉的形态刻画不错啊 比较柔和跟自然 手部细节的刻画程度只能算是中等偏下 这个蕴染还有益色都比较明显 还有这个衣服的部分也是一样 在这个腰带的部分 这个还有在这条线上的这个涂漆和涂色 较为明显 然后整体的这个裤子的配色呢 显得非常的老旧的这种感觉 所以说人物的涂装 体态假如说能给8分的话 涂装只能给4分的样子 紧接着呢是他后面的这条丝带 T恤一般来说在这些衣服的这个飘逸程度上 我觉得还是比较厉害的 这个除了造型和这个线条的设计还不错以外 服装没什么好说的 基本上白色加了一点点灰色的阴影 这个头发跟帽子还是得拿出来说一下 这个帽子在这个戴这个头巾的部分还是可以的 但这个头发呢 相对来说还是感觉有点粗糙的感觉 大概的人物上来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体态 能够看到这个整个的丝巾 还有这个微薄非常的飘逸 也就是两个小件 然后T恤一般为了防止它这个腰带的断裂 所以会单独把这个配出来 跟它早期的这个第一款第二款作品 就比如说那个死神系列来说是有很大的提高 因为死神系列的话就很容易断 尤其是在这个腰带的地方运损较为明显的 然后它这个背带上面的这个剑呢依旧是整体有点糊 就感觉这个做工稍微草率一点 为什么要做的这么圆润呢是吧 然后这个刀的这个直的程度 都是有些值得诟病的地方 最后呢还是得很有仪式感的把这幅名牌吸上去 反复拆了好几圈之后呢 终于把这几个小的一层的这个水味又加上来了 基本上又加了一个层次的感觉 从这个镜头来看呢 其实这个水波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从水中出来的时候 这个水流的方向朝着这样飞过来 再加上它这一层的透明件跟下一层的透明件 做的透明度又不太相同 颜色也不太相同 然后让这个水的这个流动性体现得非常的好 这边呢也是一样 基本上又加了两层了 就是一层这个最早的那个地台的水花 再加上这层透明件 整体这样感觉就是很明显 从各个角度能看到这个水的流动性 所以其实这个水的这个特效件做的还是非常的漂亮 再加上这个造型 让它这个水的特效件特别的自然 跟这个雷啊或者其他系列的产品比的话 我觉得这款真的是有被低估的一款产品 尤其是现在的这个二手行情 其实只要不是二手全新的话 价钱其实非常的合理的状态 挺值得入的一款雕像